一千里百公斤都在跟港里沙沉起的 沙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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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港 主席我想請次長 一位次長請 我今天早上一路一直趕趕來 郝委員早 次長早 其實我還是蠻謝謝楊麗媛委員今天能夠排這個案子 那事實上我們也知道王姓郎委員也是很關心那個郵婷專章 那本席的法案大概在上一時已經審過了 那所以今天我們主席是準備不處理 不處理那個條文 他說要整個跟那個傳言法一起來修訂 那不管怎麼講 反正我還是謝謝我們主席今天的安排 因為我想郵婷業在其實在我們全世界來講 我們國內的這個產值是非常的大 我相信我們的次長也很了解 但是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新聞 我自己就蠻有感觸的 我不曉得次長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移業署辦的 這個不是我們交通部辦的 他就講了一個十大魅力移港 你看到了 那幾乎把我們台灣幾個移港都列進去 那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我要上來的時候 蔡子龍委員在聽我的爭執 他說台中港平高雄感比較大 我基礎上來講 我是不贊同他的講法 因為事實上他們沒辦法跟我們比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勝於雄辯的 事實是勝於雄辯的 那其實我看到這些相片之後 我想請教次長 你不要打擾我的 你不要打擾我的 因為 確實是如此 台中港是沒有 對 台中港是沒有辦法跟高雄港比 而且高雄港在進去了以後 包括我們整個愛河整個裡面的腹地 那我看了這些港口以後 我就想了一件事 我想交通部是不是也要想要舉辦一個比賽 我覺得你們有必要 那同時看到這些東西 跟這些相片 你看了以後 我不知道次長有什麼感想 能不能告訴我 你看過了沒有 有有看 那你看的感覺 那個當然 我覺得那個漁業署他在做這個事情 其實是相當程度上在這個促銷 他們很多的漁港 事實上現在利用率非常低 非常低的利用率 那些我們台灣漁港 建了非常的多 但是利用率很低 所以呢 相對而言 收益也低 所以我想他的目的是 能夠藉由這些漁港來轉型 推展一些觀光的工作 推展一些觀光 好 那我想這裡面 那個第一名的應該是 我看一下 淡水 淡水 就是淡水漁港的這個 散步喝咖啡 聊是非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 可能淡水這張圖片 我覺得還蠻好的 很好看 只是好看而已 大概只是好看 淡水的人也還算不少 但是有其他幾個 我就看了我覺得 有一點難過 例如他寫 迷陀的一港 他講的是情定今生 那我不知道 市長你去看過 去迷陀一港 迷陀一港 沒去過 你沒去過 我去過 沒有什麼人 然後這個圖片看起來 好像也不像情定 情定 好像也不太像情定今生的那個感覺 好像也不太像 然後 那個 苗栗這個港 就變成在忙裡偷寫 所以我想這幾個港口的這幾張圖片 事實上我看起來就是 只有大概淡水港感覺上 還那個外觀 跟他這個相片整個主題 還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還蠻值得去看一下 所以看了這個之後 我就本席就有一個感想 我的感想是 其實我們港口的發展 如果我們僅止於是用在這個地方上 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 滿浪費我們國家的資源 那尤其是我們整個周邊都在海洋上 我想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他講說他要海洋立國 所以我剛剛就在想 如果把彌陀的這個港口 或者是把這個苗栗的這個港口 放了幾個遊艇上去 可能這個價值上 就會改變很多 我不知道市長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是 我完全同意 事實上漁業署啊 已經在推動了 目前漁業署呢 已經在規劃要把八斗子漁港 烏石漁港 無漆漁港 安平漁港 這四個漁港呢 轉型成這個遊艇港 那這個 那事實上還有很 其他的漁港呢 我想慢慢的 那因為以台灣的一個經濟特性 所以有一些漁港呢 怎麼樣變成 轉型成一個漁樂港 我想這樣去想這件事情 不僅是如此 我想不僅僅是如此 包括我們有很多 包括我想市長也應該很清楚 例如高雄地區 大家就很希望 那個港口的 十一號碼頭到十五號碼頭 甚至於我們 在杜船的那個地方 好 如果我們那些地方 都是放這些小的這個 我說不上 了解 我覺得我們的移民 真的有夠辛苦 好 然後我們拿出來的 十大魅力漁港 既然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 好像很浪費我們國家的資源 非常的浪費我們國家的資源 那前一段我也跟 對 沒關係那個 局長你想說明就說明 因為我已經跟你提過很多次 是我們 我們請局長再說明一下 我希望局長能夠做說明 局長來 我跟黃委員報告 就是說 有關於遊艇在高雄港這邊 整個一個設置上的碼頭 現在來講 在第一船棋裡面已經有 有設那個遊艇的碼頭 第一船棋在什麼地方 第一船棋就是在港部局前面 那個船棋 就是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部分來講 是我們已經 我們現在有 有多少遊艇設在那裡 他是有十幾艘 目前有嗎 什麼時候 他那個這樣子 他是包括那個 那個叫什麼 船船 有啦 船船也有 遊艇也有啦 他就是在靠近 那個什麼 哨船頭這邊 靠近哨船頭這邊 我在高雄那麼久 怎麼從來沒看到他們進來 有啦 他船那個都停在那邊 那個船頭還有外國船 還有一些外國船 那個他們大概 什麼時候會靠進來 或者是到底有哪幾個公司 或者哪幾個船舶 是申請靠在那裡的 對 那個部分來講 是我們已經把 那個水域已經交給市政府 然後市政府 他已經有去規劃 有做遊艇的停泊的地方 那個地方 大概有十幾艘的船舶 已經是停在那個地方 這個時候 我想說現在已經 已經有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11到15號碼頭 這個來講 我一直在跟這個 這個 就是遊艇工會也好 或者市政府這邊提出來一樣 我們現在已經跟市政府 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在11到15號碼頭這邊 要來規劃 作為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遊艇的停泊 那個地方來講 還有一個好處 我講這些硬體設備 我們希望交通部能夠 因為 你那個 這個部分什麼時候可以做 現在可能還在 因為 這樣子 因為 我們在跟市政府之間 裡面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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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 然後這裡面當中 有存在一個 現在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路易的部分 我們要把路易 要交給文件會 哪一個部分要交給文件會 11到15號碼頭 要全部交嗎 那那個海域的部分呢 海域的部分還是在我們港務局 所以我希望 本席希望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跟您建議過 對 因為我們國家是 遊艇的產業 在全世界我們排第幾啊 至少 我知道排在五名內 十名內 大概五名或六名 差不多 對 結果我們的海域 跟我們的港口 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百思不解 我覺得 本席覺得百思不解 報告委員 那個就是漁港 那事實上呢 這裡呢我覺得呢 另外呢 當然我們高雄港 我們長不出一個港口 我們長不出一個港口 能夠拿出來的時候 哇 看起來真的是心旺神異 我覺得例如像這個 彌陀這個說叫你去情定 今生次長 你大概也不會去吧 那個跟還原報告 你應該也不會去吧 我們的高雄港 是很漂亮的高雄港 很漂亮嘛 所以我們高雄港 所以我希望 你是不是能夠站在 那個交通部的立場 副次長 我建議你 因為這種拿出來 而且在全國的第一版 看著實在有一點感傷 所以他寫成定情療傷跟流浪 他的題目變成定情療傷跟流浪 我們能不能換一個題目 我們不要什麼定情療傷跟流浪 你能不能再次交通部 然後我們好好的把幾個港口 改成一個什麼魅力港口 然後讓大家能夠去把這些東西 在我們整個的觀光 跟我們的遊艇產業做結合 是 否則的話我覺得全世界 如果拿到這個 我覺得我們真的蠻感傷的 我想那個 剛剛跟委員報告過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高雄港的11號到15號碼頭 會往那個地方調整 但是另外一個我想在這邊 也要讓委員清楚 就是說高雄港 畢竟還是一個商港 所以呢 那我們現在有那麼多漁港 荒廢在那邊 或利用率很低 比如說 麻花轉成觀光碼頭 像星達港 或什麼 所以說如果說星達港 可以多一些那個遊艇 等等的話 變成一個遊艇專用的港口 等等 那我想會非常理想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跟漁業署 來個充分的協調 那我們的我們目前 這個商港裡面 像花蓮港 我們是比較希望 能夠積極的轉型成 這個休閒為主的港口 那高雄港前面的這個 1號碼頭 3號碼頭 1115號碼頭 這一部分呢 事實上呢 已經會有計畫的交給市政府 來做這個處理 好 我本期很期待 就是說 因為您既然來到交通部 而且其實 您看到這個的感覺 應該是跟我 跟本期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我們台灣有非常多 非常漂亮 而且很亮眼的點 值得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產業 跟我們當地整個觀光 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這個港口 來把它做一個比賽出來的時候 能真的吸引一些觀光客 其實我們現在現階段 在做這個陸客來台 本期也並不是那麼支持說 我們把整個的雞蛋 全部放在一個籃子上 而且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感不上 感覺不到 陸客來台 實際上對我們的觀光產業 的實質幫助 到底有多大 我想這個部位也請市長 去做一個評估 跟把這個整個的報告 因為觀光局還是屬於 我們交通部的 是 那我本期期待您 在今年 你做一個 我們整個港口 我不管你是商港 或者準備是 要把它發展成觀光休閒 或者是我們把它做成遊艇碼頭 我想我們把它也做一個評比 然後這個評比拿出來 讓大家也免得說 像蔡淇淪為 說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有一些東西 就讓它實際的狀況來說話 然後來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我覺得這個對本國 就是我們自己本 在國內的整個的觀光市場來講 也會有很長遠的幫助 我希望我們交通部 能不能再 就是明年 馬上 馬上到的那個 就是讓我們現在再積極做 我們不希望我們每一次 這是全國 的第一版的新聞 結果我們的突變 僅止於是這樣 那我覺得 有入我們國家 是一個海洋立國的一個國家 我希望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不好 謝謝